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新的开发案来临 居民忧虑者 何处放得上故乡发展的愿景 好 三冰水 远方五百公尺 来 我们看到那水塔的地方有没有 有 有 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大平顶的市区 再往我们的右手边稍微移一点 长方形的观色 移区的观色 兵营的营区大概有24公顷 24公顷的地方 那再加上我们前方看到左手边 现在这木地这绿色的地方 加起来总共有将近50公顷的地方 苗栗市的大平顶营区 设立在1960年代 总面积占地24公顷 在20多年前营区废弃后关闭纸巾 居民称为泪水最多的地方 为什么大平顶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定位成叫做情感之地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有最多眼泪滋润的地方 为什么呢 这里有多少人在这边当兵 多少人在这边兵变 多少人在这边面围 多少人在这边面围 多少的亲情 多少的感情在这边 所以说这边是可以说是台湾最有感情的地方 大家说是不是啊 在早期 军营有助军时 旁边社区相当繁荣 整条街都是做阿兵哥生意 民国五十年 在二十五岁 我现在七十六 已经在这里五十年 那个时候我三十岁结婚 三十岁结婚 那个时候五十五年 这些人就这样途过去 养猪的养猪 洗衣服的洗衣服 公众的公众 大家都可以这样安静落业 就是靠这个救人的使命 但是营区关闭后 土地剥交县府 当地居民一直希望能够重新开发 让荣景再起 新的开发计划来临 苗栗县政府规划新建藏船 博物馆 但是当地居民事先根本不知情 让他们十分生气 西藏的那个藏船博物馆 在101有人发传单 我们苗栗人 他发传单的时候 有人在逛101那个传单 人家看了就丢掉 人家苗栗人就捡起来看传单是什么 原来是有关苗栗的事情 我们苗栗人都不知道 就看了藏栏才会来告诉乡亲 苗栗县府规划投资200亿 新建藏船博物馆收藏西藏文物来吸引观光客 但是居民发现这个藏船博物馆 原来是为特定人士量身打造 某一位我们台湾的所谓达师 他有一些所谓他的藏品 然后要提供给政府 然后政府就改个博物馆 让他们经营 所以显然这个政策的行程过程里面 不是公共政策 是一个个人的 更有居民质疑 在苗栗客家文化的地区 推动西藏文化 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藏船根本就 林董讲的嘛 不搭嘎嘛 苗栗当然是看客家文化嘛 看藏船 这个是完全不可行啦 绝对不可行 你要基因移植 要找相似度比较高的 对 你找那个基因差这么多了 一过来一定好像 就好像你那个器官转转持 还有排斥性嘛 这次论坛很重要其实是在邀请大家 共同跟我们一起思考 也是大家一起来思考说 我们除了不要藏船博物馆之外 那我们要什么 苗栗医师刘介修认为 问题的重心不只是开发的最后方向 还有过程中居民的参与 于是他和一群苗栗青年发起了公民愿景会议 表达大平鼎居民有权参与讨论 故乡发展的权利 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 第一个就是说了解 就是说大平鼎代替的居民 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想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其实大平鼎代替的事情 不只是男士里比拟的事情 所有的苗栗人都把这个地方当成一个 希望的身体 在院警会议中 柳医师说明 县府的藏船博物馆计划 并没有获得中央文化部的支持 规划方向未定 同时介绍宜兰兰洋博物馆 发扬当地文化 以及彰化成功园区 转为生态教育中心的 不同发展方式 让地方居民理解 大平鼎开发的种种可能 大平鼎开发事件 引发了许多苗栗青年的关心 他们投入公民参与行动 希望能为故乡尽点心力 那其实我们对公共政策 还有公共事务的参与 我们其实非常期待 就是可以带动起一种公民参与的气氛 然后能够实际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跟大平鼎社区这边做一个结合 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跟居民实质上的 来就是之后 做一些营区的发展 可是前提是 一定要县政府先打开营区的大门 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进来 做资源调查那些 让我们了解环境 我们才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相对县府以经济发展观点思考 他们反而从生态教育的方向来思考 希望保存营区的自然生态 走出不一样的路 其实本身因为它这个营区已经很久没开放了 然后我觉得已经减少人为破坏 其实相对的对于各个物种 它对它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 因为基本上没有人为破坏 就是对它们是最好的保护 那我觉得环境的营兆本身 你不破坏它相对的很多的物种 它自然而然就会 就是会进到这里面来 为了让居民有更多思考 他们安排居民参访彰化成功园区 看看废弃的军营如何转化利用 早期42年这里是陆军步兵师 他们的炮兵的训练的基地 那一直到82年撤出 所以整整这里40年的当中 都是属于这个军营 成功园区的再利用 早期由官树教育基金会推动 保留了园区里头的自然生态 规划建造一个生态教育中心 但是在基金会退出之后 彰化县教育处代管 现今许多空间交由艺术学校使用 没有达到原先规划的目标 那目前你看到这些营社 是以前的军营 那这个营社的部分 目前是借给彰化艺术高中 所以我们目前的营运是没有完全上轨道 因为大部分的教师是借给艺术高中 就只剩下是我们的会议室 木地板教室跟营区的办公室 这也是目前是我们的环境学习营地在使用 居民的积极参与 县府有着不同想法 承办大平鼎开发的县府官员表示 目前朝BOT的文创园区发展 我就我的承办的权限之内 我是跟大家就是谈一下这个案子 现在目前的情况 那就是说在我所受到的任务范围之内 我是目前的想法是说 给我 长官给我的想法是说 现在目前是做一个 走一个文创文化创业园区的一个处参 对那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 还是要跟大家就是说 讲一下就是说 这个只是初步的一个规划构想而已 对于居民的公民参与表达欢迎 但是希望派代表参加 不要联署抗议 那我是希望就是说 在我还在承办的这段时间 那我也不知道 我能在这个计划里面待多久 但是我允论大家就是说 第一个我这个非常喜欢 就是今天这样的模式 那我也非常认同接受的方法 因为我是觉得说 公部门其实 讲来一点就是怕事情 今天如果有发生什么样的抗争 或者是一个联署 或者是一个就是 火爆什么什么场面 其实这个沟通的人 事实上可能就会管起来了 那如果透过这种联盟的方式 然后就是有提到就是说 未来是不是我们的联盟这边 能找出几个 一位或者是两位 去专责跟我们的公部门 来做一个对话 那以后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后续的一些 一些规划的时候 我们可以邀请你们来 面对大平顶开发在即 当地居民也很心急 纷纷提出多种发展想象 希望县长能够慎重好一下 我们这一块宝地要怎么来用 去对保我们地方上 然后一些幸运有福利 有福祉的事业 我想说连结的话 第一个是联合大学 大学成新厚吗 这么好的条件 有这一块英西的主地 南英西 北英西 希望这大平顶 能够发展这个像这个 文创产业 或者是广义的这个 这个生命科技 或者这些 然后最重要就是希望 带出一个大观念 就是说 我们不要 我们要尽量跟这个自然结合 不要破坏 朝着地色产业之上 分杂的意见里 充满对家乡发展的关切 展现民间思考的活力 也反映公民 对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 大平顶开发 从藏传博物馆 到文创园区BOT 甚至生态园区 无论最终结果为何 都该思考 什么形式 对生态环境最好 在决策过程里 是否有着尊重军民的心意